我希望我们湖南里面 我们很专业能够发展到 叫我那个研究生 我退休以后就有很大的主要感 我们希望就是能给国家 介绍一些这个transportation的这个目的 我的目的是 让湖南人民更多了解资质 同时让资贿人民更多了解 我叫拉菲克来自巴基斯坦 2017年想叫他毕业以后来到冲车厨迹 现在在冲车厨迹成为协部 做天气工程师 做天气工程师 画面中这位32岁的腼腆大男孩 是中国中车诸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外籍工程师 从小便喜欢看功夫片的他 对中国这个友邻有着很强的好奇感 当得知有机会到中国留学后 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并于2010年来到西北工业大学就读 本科毕业后 拉菲克汉又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生 在西安他不仅学业有成 还收获了爱情和家庭 随着湖南诸州研发的轨道交通装备 成为中国装备走出去的代表作 加之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有很多交流合作机会 2017年已经在西安安家的拉菲克汉 被专业对口的中车租机吸引到湖南 成为一名乘轨电气工程师 由于中国南北地区对语言的使用 以及各地方言的差异 初来乍到的他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这反而让他爱上了湖南方言 自己还学会了几句 有一次我在忘记了那个房间的那个卡 然后我就叫那个阿姨 然后我说我现在忘记了那个卡 他开不了那个门 然后他给我讲那个本地的话 就说那怎么搞的了 然后我就听到这个怎么搞的了 这个到现在我就耳朵里面会生意 就这样的我非常想听 拉菲克汉说 选择到湖南工作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这里给前来逐梦的外国人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同事们非常友好 会教他快速理解中文语句所表述的意思 对自己提供了很多帮助 他和同事们就像兄弟一样齐心工作 我刚开始就来鸡边的房比较辣不太习惯 现在都已经四年了 现在感觉到房里面没有辣感觉到没有味 到中车租机工作至今 拉菲克汉先后参与到南宁地铁三号线 上海地铁16号线 昆明长水游轨电车 以及武汉地铁16号线项目中 经历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 期间 由中车租机负责的其祖国巴基斯坦 首条地铁线路项目也开通理营 拉菲克汉说 尽管未能参与到该项目中 但未来中车租机与巴基斯坦将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他计划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与中文沟通努力 更多的参与中车租机与巴基斯坦的合作项目 巴基斯坦已经开始跟中国合作了 然后巴基斯坦的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2050年到巴基斯坦的这个 transportation广场60%来电力的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地区有的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